这一张的名片已经成为了焦点 恐怕有人已经手上拿到了 这个是台南市扁有会会长黄有田 去年12月的时候不是扯下了国民党立委邱毅的假发 那时候相当的轰动这个消息 不过呢他在出庭的时候呢就讲说 哎呀他是不小心 是为了要去跟邱毅合照啊 结果现在他决定要参选下一届的台南市议员 竟然为了要加深大家的印象 特别把当时呢扯邱毅假发的这个照片 印在败票的名片上面这样子发哦 结果呢邱毅今天非常的火大 说你发一次我告一次 但是黄永田现在竟然改口说 名片上面这个男的 他说不是邱毅是模仿出来的 黄永田鬼鬼祟祟要扯掉邱毅的假发 邱毅的表情很错愕 手摸着光亮的头顶 在旁的黄永田高举着邱毅的假发 去年12月黄永田扯邱毅假发这一幕 被黄永田印成败票名片 邱毅火了放话要告他 黄永田不止不再拿出名片 还硬拗说名片上的人不是邱毅 我们的名片不是邱毅的 那天邱毅很热闲的人啊 他说是都没好 没好吗 名片上的人真的不是邱毅吗 和当天平面媒体拍到的照片对照 不论表情动作几乎一模一样 决定参选败安市院的黄永田 为了加深选民印象把当时扯假发的照片 印成名片发放选民反应两极 你觉得这有加婚的效果吗 你干嘛 你要算一个完美吗 见人见字吧 好像会对当事者来讲也不太尊重的感觉 名片达到宣传效果却备受争议 另外还有版权问题 黄永田随便就把别人拍的照片当成自己的名片 看起来不止邱要告黄永田 连照片版权所有人也要告黄永田侵权了 专系我带个章 许晟文SN小组探论报道